靠颜值打下半壁江山 一招发布跳舞视频 却引起网友广泛讨论 女权音乐下却跳擦边舞蹈 评论区为何堪称无忧吐槽大会 曾经的流水网红造型工厂 为何现在却被网友吐槽为擦边聚集地 今天宝宝就带大家聊一聊小仙儿事件 都说网红美女千千万 无忧传媒占一半 作为全网最负盛名的造型工厂 无忧传媒的美女们 可以说是将颜值放在了第一位 就连身材也是完全没话说 而小仙儿作为一个高颜值美女 可以说有着天使般的面孔魔鬼般的身材 将青春的脸蛋与完美的身材相结合 试问谁能抵挡她的魅力呢 然而就是这样的她 却屡屡遭到网友的吐槽 只是小仙儿美则美意毫无新意 但之所以她会被这么吐槽 只因为这位美女平时不爱表演才艺 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不靠绝活 没有名满全网的口头禅 最爱的项目就是擦边 并且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 不管是什么热点都完全不会错过 小仙儿作为一位颜值主播 平时里最喜欢展示的就是自己完美的身材 因此也吸引了不少老色批网友的喜爱 不少网友更是化身土味鱼露 只为一讨女神的芳心 但没想到就是这样甜美可爱的她 却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 难道是网友的喜好变了吗 其实并不是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修女敦开始 众所周知 每一个美女都不会错过热点 小仙儿也并不例外 在全网跟风拍摄传说修女服 清一色的是长腿美女 简直让人看着都眼花 但这样的视频美则美矣 却让不少网友质疑 这样是不是太不尊重别人的信仰了 修女是个神圣的职业 生来是为上帝祷告的 就算不是信仰 也不能如此污蔑这个角色吧 更不要说在庄严肃末的场合 然后露出大腿的行为 本来就是十分的擦边 起初小仙儿并没有在意 本以为这只是条普通的视频 但没想到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网友们的吐槽却愈演愈烈 在视频中的小仙儿 先是白色的连衣群 但群长却着实让人担心 会不会太暴露 甚至不少网友纷纷联系 希望小仙儿可以去中铁三局任职 毕竟完美达到了招生要求 气质好形象家嘛 但真正让她备受争议的却是 在最近大火的韩国女团一条 为宣传女性要站起来 摆脱男性性感偏见的视频 本以为这样的视频总不能擦边了 但事实是 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吐槽却做不到 小仙儿在视频中为展现魅力 直接开始表演拖衣舞 甚至跟随音乐节奏 几乎是边卡点边拖 虽说没拖到光溜溜 但仅仅留下一个小吊带和热裤的她 却也受到网友的热议 大家反感的并不是擦边 而是这首歌是为了宣传女性自由 付出多少努力和白眼 但她们一条擦边舞 却又将歌曲拉回到了原点 就像是别人在智力解放 而有人却专心做奴隶一般 因此小仙儿的评论区 不少网友都感叹不愧是无忧传媒 但这也让许多不知情的网友疑惑 美女擦边视频跟无忧传媒什么关系 但经过网友的解释 就瞬间让人明白了 在无忧旗下只要是好看就可以 所以短视频中 大多只要是长得好看且擦边的 基本上都是无忧眉袍 所以评论区才成为了吐槽无忧的天堂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俗人 并不要求女性不可以展示自己的魅力 再慢慢看来 就算是想要擦边 那也得选择合适的时机不是 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呢